手冲咖啡风味黄油 为啥我没喝到 现在我喝到了 首先用手摇磨豆机 研磨咖啡粉 治愈磨豆声音 浸湿滤纸 倒入磨好的咖啡粉 将咖啡粉放动一下 点击计时开始注入水量 第一次注水是闷蒸 我们使用的是 20克选用1比15的比例进行充足 咖啡粉这时会进行膨胀起来 等到25秒到30秒时 可以进行第二次注水 这时我们需要注入150克的水 当水量下限时 开始注入水到300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过滤结束后就可以喝了 开始喝咖啡喽 先倒一点尝一下 感觉跟风味描述不一样 我确认下风味 没喝到黄油 刚好我有黄油加一些试一下 将它搅拌均匀 然后我们再品尝一下 这次有黄油味了 你是否也有过类似的事呢 爆赞